接下来关心是美国的其中选举 在8号进行投票 但是传出了多个州 因为投票机器故障事件 更多重要的内容 我们把时间交给真容 好 大家好 我安安 其中选长时间 我们先带来看到美国的大事 就是呢 其中选举8号登场了 但是呢 由于这个投票机 还有不在籍的投票接连出包 包括联邦参议院的选举 选情很紧张的乔治亚州 这边就有选民反映说 怎么没有提前收到投票的选票呢 那么德州的话 是出现有部分的投票机故障 导致说当地的选民 大排长龙这样的状况 好 地方官员虽然说 现在都跳出来挂保证说 绝对不会影响到选举的公正性 但是呢 过去两年来 由于这个美国前总统川普 他就不断指控说 2022年的美国总统大选 被偷走了涉嫌舞弊 当然了这样的传闻呢 多少是损害了选民 对于民主的信心 不过呢 当然接连发生的 这几起的这个投票里头的 一些乌龙事件 然后川普趁机逮到枪 捡到枪 趁机逮到机会 狂酸说 这一次其中选举机器 有故障的问题 他也质疑说 这公正性为何 好 川普呢 其实他昨天的时候 就宣布说 他在15号有重磅官宣 大家都在想 到底是什么呢 好 其实也有人觉得说 应该是 他到时候就要宣布 他要投入2024年的总统大选了 不过当然了 他会不会选 其实跟这一场其中选举是非常有关系的 因为呢 这个其中选举外界也认为说是对川普影响力的关键测试 画面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川普 他跟他的夫人梅兰尼亚8号的时候 他们两个人就到佛州这边来投票 川普其实在这一次的选举当中 他还是发挥他的影响力 为了250多位的共和党的候选人 来帮他们支持背书 也帮他们跑造势 帮他们站台 当然了 这些候选人 到底能不能够因为 他拉抬自己的选情呢 选择成果当然影响到 会不会他有可能再战2024 好 不过呢 在选前的多份民调都预测说 共和党可以重新赢得众议院的控制权 但是参议院这边的选情 还是五五波的状况 不过川普影响力 当然了是最大的考验 还是在摇摆州的部分 包括亚利桑那州 乔治亚州跟内华达州 跟二亥二州还有选前 他也到宾州这边来造势 因为宾州也是个关键摇摆州 这一些摇摆州的参议员的 喜次的结果都有可能牵动 整场其中选举 那么现在呢 已经进行了开始陆续计票的作业当中了 当然了这场选举呢 也是拜登政府的其中考 可是选前很多的民调都显示 拜登他的支持度是直直落的 包括了最新的民调显示说 只有三成九的美国人 根本还没到半数 三成九美国人满意 拜登的执政表现 支持度是跌破了四成 美联社10月的民调 只有25%的美国人认为说 美国现在的施政是朝对的方向前进 那么针对民调 其实美联社也直言说 这一次选举的民主党有可能会有一个失望的结果 除了可能会丢掉的就是众议院的控制权 参议院恐怕也是岌岌可危 好 同时今天CN也在选后 做出了一个及时的出口民调 选民针对现在共和民主两党 分别在美国重大的议题 包括了通膨议题 还有堕胎跟犯罪三大议题 处理的信心满意度调查 Which party do you trust to handle inflation? 54% of voters in this election a majority trust the Republican Party on inflation 42% the Democrats Which party do you trust to handle abortion? It's sort of the reverse here 52% Democrats are trusted to handle the issue of abortion 43% Republican And which party do you trust to handle crime? This is back to a Republican advantage among voters in this election according to these exit polls 52% trust the Republicans on crime 42% Jake trust the Democrats on the issue 如果说民主党失去了 众议院的席次多数的话 那么现任的82岁的众议院议长 裴洛西也将会丢失他的议长锤 外界现在就比较看好了 共和党的领袖麦卡锡 他可能会重新夺回众议院议长的宝座 不过其实这两个人 他们都是来自加州选区的 所以加州也是今年 其中大选的一个关键州 不过今年10月的时候 保罗他的 裴洛西的丈夫保罗裴洛西 在住家预期的这一件事情 也让他在选前 但外界有人批评说 是在打悲情牌 因为当时他在受访的时候 就有一点点哽咽说 这会影响到他日后的 政治生涯的决定 所以这件事情 也有可能成为 其中选举的一个关键 刚刚川普回到办公室之后 拍了一个最新画面 因为这一次其中选举 陆陆续续在投票过程当中 传说一些状况 包括参院选情紧迫的 乔治亚州 听说有选民说 没有收到提前投票的选票 德州则是有部分的投票机 发生故障的状况 有导致大牌长龙的民众 在现场等候 那么川普也拍了影片 他透露这一次选举 遇到的一些状况 一起来听 根据路透报导 在战况激烈的 亚利桑那州 也有一些投票机 出现故障的情况 也因此成为了 川普成为了 共和党人攻击的一些目标 他们指控民主党 疑似趁机做票 另外还有 共和党的议员 就去跟法官申请 想要延长投票时间 不过最新的消息是 已经被法官驳回了 好 持续来关注的是 其他的国际议题 是中共二十大之后 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展开了他的大外交行程 下周即将要到巴厘岛 印尼巴厘岛 这边来参加G20的峰会 华尔街日报 就先做出了这个报导 除了这个峰会之外 年底他还有一个 很大的重要的行程 就是他会去沙奥地阿拉伯 这边来访问要拓展的是 大陆对中东的影响力 那这个时间点 可能是落在12月 华尔街日报就报导 其实中沙两国的官员 正在敲定习近平 跟沙国王储 如穆罕默德的会谈的 一些相关细节 其实沙国呢 最近国王他的健康 是不太好的 所以实际的领导人 是王储沙尔曼 那么外传说 习近平访问 其实已经酝酿 计划好几个月了 那么报导中也指出说 中沙两国深化双边关系 希望推动的是一个多级世界 而不是单级世界 当然他所说的就是 是不再让美国主导国际秩序了 不过对于这样消息 大陆外交部是比较低调的 只有说呢 目前没有资讯可以分享 还说中沙是有巩固互信 跟深化合作 好 另外来看到了 当然了 其实呢 拜登他也是想要加强在 美国在中东这边的影响力 其实7月的时候 他就曾经出访过沙国 当时还有一个背景就是呢 因为美国的通膨居高不下 那么能源价格不断地飙涨 他希望呢 中东国家可以增产石油 可是呢 后来好像没有达成一个 比较有预期上 跟实质上的效果 反而是中国大陆 现在跟沙国同盟的关系 现在看起来是比较紧密 可是呢 拜登在其中选举之后 他也要出席三场 全球大型峰会 要巩固的是美国在 全球国际之间的影响力 包括了 好 他会先到埃及这边参加 他现在就在举行的 气候变迁大会 然后呢 到柬埔寨参加东协峰会 美方也表示说 拜登会利用出席 东协峰会的机会 会谈到台海在内的区域 和平稳定的重要性 那么接下来 拜登他也会到印尼 这边来参加G20 而印尼方面呢 其实已经证实说 习近平也会出席 不过外界很期待说 会不会有拜席会呢 目前是还没有定案的 而其实这个澳洲总理 埃班尼斯呢 他也表示说 目前他也很想要跟习近平 来参加这个峰会上头 看能不能有一场双编会 一起来听 I've made it very clear that dialogue is a good thing and so if a meeting is arranged with Xi then that would be a positive thing we look forward to we are organising a range of meetings but they haven't been finalised and locked in at this point in time 美国其中选举拜登选前的支持率 是调到四成以下 CNC现在显示说 这个民调上头呢 三大议题的处理上面 其实过半的选民 对共和党是比较有信心的 美国其中选举前一天 拜登支持率调到四成以下 来到39% 接近任内最低点 这也深化外界预测 民主党输掉众议院 几乎一成定居 CNN出口民调显示 这次选举的三大议题中 民主党只在处理堕胎议题上 获得过半选民信任 而过半数的选民 对于共和党打击通膨 以及犯罪感到更有信心 民调结果狠狠打脸 拜登大力鼓吹的经济政策 尽管在选前最后关头 拜登改打民主牌依然无力回天 反观川普信心满满 带着妻子现身投票所 他在最后助选时甚至表示 15号会发布重大消息 外界预测他将正式宣布 投入2024总统大选 不过川普想重返白宫 恐怕还得检验 他这次背书的250多位 共和党候选人的选战结果 目前参议院选情依然是五五波 不过两党在参院席次 是50对50席 意味着只要共和党拿下 民主党在摇摆州的 其中一个席次 就会掌握参院 记者刘嘉宇报道 美国众院议长的宝座 最后会由谁来拿下呢 共和党是扬言说 要夺回参众两院的控制权 也让这场选举 成了共和党领袖麦卡锡 还有现任众院议长 裴洛西的PK战 那么麦卡锡呢 他日前接受CNN专访的时候 是表示 如果他当上议长的话呢 就会针对拜登政府展开调查 对于未来美国的乌克兰政策 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一起来听严正深教授的分析 我们看到这个麦卡锡 他如果成为众议院议长 他讲明了他不会接受 这种拜登援助乌克兰的 一个空白支票 换句话说 如果拜登要多少过去 他们都愿意支持 但是共和党是长期强调 一个财政纪律的政党 所以他不愿意看到 有这么多的钱投入在乌克兰 特别是我们看到 这个川普总统所提出来的口号 美国优先 America first Only America first 所以应该是美国自己的考量 要胜于乌克兰 那Kevin McCarthy 这位可能当选国会议长的 这个加州的众议员 他基本上跟拜登 跟川普的关系非常好 所以如果他成为议长 一定会多方来制着拜登 那乌克兰的战争 可能也会受到一些限制 特别在参议院方面 还有几位 就是共和党的参议员 是属于比较 我们讲说是孤立主义的参议员 他们认为不应该在海外 投入这么大的援助的经费 参与任何的一个战争 所以这个情形 我相信拜登 如果输掉了参议院之后 那众议院应该是会输掉的 那这样的情形之下 国会一定会在这个拜登 援助乌克兰的议题上面 做很多文章 特别是拜登的儿子Hunter 过去曾经在乌克兰 跟他们有些关系 所以一定会被再深入来调查 到底拜登这么援助 是不是和他儿子 还有过去他们家族 可能跟这个乌克兰的一些关系 我相信会做深入的调查 ì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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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ì yìììì Đ500